清晨 加兽游击完成一系列准备工作 滑出起飞 空中加油危险系数大 加兽游击要保持精确的高度差和速度差 这就要求飞行员操纵战机的力度必须精准强大 为确保空中加油训练最节准成功力高 在前期的地面演练中 我们精心调整模拟器的距离和角度 数千米高空 加油软管在气流影响下剧烈摆动 飞行员不断修正飞机状态 确保速游探头与加油机准确对接 与白天相比 夜间空中加油的难度更大 夜间飞行无地面参照物极易产生错觉 引发重大险情 对飞行员的身体素质 飞行技术和特勤处置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 针对夜间空中加油经验欠缺 天气复杂 困难多的问题 我们进行了集中研究攻关 经过与加油机密切配合协同 论证了多项特勤组织措施 成功实施了多批次夜间空中加油训练 此次训练是这个部队首次联合空军开展空中加油训练 对接加油上百架次 检验了兵种联合作战效能 论证了新编制下部队组织协同和支援保障新模式 组织协同和支援保障新模式 组织协同和支援保障新模式